作词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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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尊敬的各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我们打开善女人传 第五十六页 版本不同 大家自己找一下 因为我不清楚 那个版本是多少页 从第二十四胡适开始 会计胡适静安 礼阿弥陀佛八万四千像好者 四会 偶微吉见佛来迎 安详做事 路人闻空中月声 隐隐昔去 那么这段呢 是讲会计人 胡适静安 他呢 是曾经四次礼拜 阿弥陀佛的八万四千像好 那一次呢 就是阿弥陀佛的一个像好 他拜一拜 那八万四次像好呢 一次呢 就是八万四千拜 那他一生呢 一共是拜过四遍 后来呢 他生了一点小的疾病 见到阿弥陀佛来接他 他就安然坐着往生了 路上的人听到空中有音乐声 渐渐向西方传去 那么这个公案呢 我们看着是比较特殊的 一般都是念佛 或者是诵经 感得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 可是这个公案呢 讲的是拜佛的像好 最后很殊胜的往生 这是我们可能在净土圣贤路 和其他的往生案例里 比较少见到的 那其实佛的所有的像好 都是生生世世 修行得来的 其实都是靠真正的 菩萨的六度而得到 那么我们刚刚上完 师父的阿弥陀经要解的课 那这堂课呢 师父重点讲了四西坛 从世界西坛到 为人西坛 对质西坛和地义西坛 那么大家呢 听到了之后 其实呢 佛就是四西坛圆满之后 而得到 无量无边的像好 那佛的像好呢 它是分法身佛 报身佛和樱化身佛 法身佛的像好呢 是无量无边的 报身佛的像好呢 就是这八万四千像好 以及随形好 那樱化身呢 就是在 像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印度 所樱化的时候 三十二像 那么这是当时的 樱化身的像好 那西坛呢 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师父没有展开讲 西是普遍的意思 坛是布施的意思 那么它是泛华合意 就是泛文和 中国的这个语言 和在一起 译出来的 那么 用白话来解释呢 就是普遍的 布施 西是全部普遍 谈就是布施 那么这种普遍的布施呢 是近虚空 变法界 从时间 空间上讲 是世界西坛 从各个不同的人的区别上 讲是为人西坛 比如说 对大乘根性的 那佛就会 讲他 发菩提心 要广度众生 那么想求人天果的呢 佛就跟他讲 如何做人之道 所以佛的 所有的经典 都是对不同的人来设的 那对这西坛呢 是对我们众生 不同的烦恼习气 那要应激教化 比如说 贪欲重的人 应该修属西观 称慧心重的人 应该修慈悲观 就是佛都会跟他讲 这个方法 那么 第一西坛 就是佛讲的 真谛上的含义 告诉你怎么成佛 对于我们净土法门的同学来说呢 当然就是念佛成佛 所以佛对所有的众生 所做的这些布施 圆满之后 那么他也得到圆满的向好 像佛的头发 那么佛的头发呢 他的每一根头发 他都是螺旋状的 颜色呢 都是黑里带青 称为干青色 像蓝天一样的颜色 非常的 这个吉祥圆满 那佛呢 还有一个肉祭 在顶上 是红色呢 就像看日出的时候 刚刚升起的太阳一样 那么 如果我们能看到 就是比如说 我们在梦中 或者是在 拜佛的时候 见到佛 看到佛的这个像号 说明我们是 很有福报的 那佛的额头呢 它是比较高广的额迹 不像我们很多 修得不好 没有福报 所以额头都是扁扁的 扁扁的 而佛的天庭 是高广而饱满的 眉毛呢 像弯月 慈眉善目 我们要看到佛像 都会看到 佛的这种庄眼像 那佛的鼻梁呢 是非常的挺直 我们现在 要是 大家看自己的长相 也知道 它那个鼻梁很挺 都代表着 它事业非常的 宏伟 非常的好 像我这种很矮的 就没有什么事业 那其实 佛的任何一项 你看到之后 都会觉得 非常的殊胜 和享受 那佛的耳朵呢 是垂尖的 嘴唇呢 是赤苹果色 天生的颜色 那么佛的下巴呢 它是有三条横线 所以我们看到 画的佛像下面 都会有三条线 它代表着功德圆满 那么佛的 喉结呢 也是非常漂亮 像眼睛一样 那么八万四千众生 各个不同 有的呢 就喜欢看佛的 干青逻辑像 就是他的卷发 有的众生呢 喜欢看佛的赤肉顶像 有的众生 喜欢看佛的 完美像 有的众生呢 喜欢看佛的 广长额像 有的众生 喜欢看佛 圆满的脸像 有的众生呢 喜欢看佛的 肩膀像 那么这些呢 都会让我们生起 非常殊胜的 向往之心 在拜佛 礼佛的时候 我们其实 有的时候 可以做这种观像 但是对于 我们 业障众的众生来讲 实际上是很难 提起这种观像的 因为 想要观的 很威信 或者是 想的 很具体 我们 很难达到 所以为什么 在 所有的 佛的 念佛法门当中 那教我们 用持名念佛呢 就是只念 这个名号 你不用去观 如果我们 现在试一下 大家闭上眼睛 想 让你马上想到 佛是什么样 那很多时候 其实是想不起来的 更何况 你要把每一个 威信的像 都想得很圆满 这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这对于 古时候的 众生来讲 比较容易做到 那对于我们 今天的众生呢 就比较难 那么我们从这个 公案里 能学到的 就是 胡适的 他的这种 坚定的 恒久的 精进 努力 用功的 这样的 像状 因为能够坚持 四次 礼 八万四千拜 拜佛的 这个像号 也是非常 不容易的 那看看我们 每天可能都要 拜几百拜 持之以恒 所以像前两天 我们有一个同学 通过网络上 给静怡也发邮件 说 老师 我就是提不起精进 就问静怡 怎么样才能够精进 那精进的心呢 只能是自己发 别人是没有办法催促的 那么 要么呢 你是发起广大的 菩提心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能够毫不懈怠的 这样每天的奋进 要么呢 是自己生起 真正的 出离心 确实觉得 厌离 这种苦 所以自己想求出离 那么坚持不懈的 这样的去 努力精进 那么对于我们 平时来讲 如果大家的生活 过于安逸 过于舒适 过于平淡 每天都是日复一日的 这样的循环的去做 那么就很容易 让自己懈怠下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发起 这个网络上 微信的群 建立持戒念佛群 让义工同学 护持大家报功课呢 就是督促大家 每天都要有功课 无论多与少 因为我们学佛 学久了 自己都会变得 成为像这种佛游子一样 好像是个学佛人 好像是有学佛人的 那种相状 但是真正有没有 努力用功 真正有没有 在法上精进 真正有没有 改变自己的习气 可能自己呢 都没有去 深入的思维和观察 都是这样 每天的随波逐流 就日子像流水一样 一天又一天 一月又一月 一年又一年 最后就都混掉了 等到老死将近的时候 无常来到 后悔呢 也来不及了 一气不来呢 就已经是堕入到 恶道中去 这是我们 生生世世 都不得出离的 根本原因 因为想出离 唯一的 方法和手段 就是精进 就是持之以恒 每天都努力用功 直到你生命的 最后一刻 那你就 一下子就冲破了 就像我们跑这个 白米冲刺 或者是马拉松一样 一步都不能停 如果停的时候 还没有到终点 我们的呼吸就上不来了 那这一生呢 就白费了 我们所学的呢 就只是种种善根 所以学佛的人呢 其实是很多的 我们在 所有的宗教当中 尤其是在中国 学佛的弟子 应该最多 但是成就的呢 应该是最少 按比例来算 大家不要说 这个出离六道轮回 成佛这种成就 就是世间的 改变自己命运 改变自己习气的 这种小小的成就 都很难达到 我前一段 前两天去美国 看我儿子 那么我儿子呢 他在美国 是在一个寄宿家庭 寄宿妈妈呢 是一个虔诚的 基督教徒 那我过去之后呢 也去拜访了寄宿妈妈 寄宿妈妈 非常的开朗 长得很有福报 非常热情 对我儿子非常好 就是生活上 都无微不至的照顾 也都教导他 然后我儿子呢 就提出一点 后来跟我私下聊天 他说妈妈 为什么 学基督教的人 都是永远都是笑的 为什么你们学佛的人 从来是没有笑的 我说不知道 那之前呢 我也有建议说 大家要打开心结 要多笑 那我们有同学 跟我建议说 是因为我不笑 所以呢 一公不笑 但是我觉得 我好像也没有不笑 只是有的时候 我在考虑比较严肃的问题的时候 我确实是没有笑 但正常跟大家相处 没有说不笑 那么 其实笑也不笑 不是来源于别人 而是来源于自己 不是说别人笑 我才笑 别人哭 我就哭 而是不管 别人怎么做 自己都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心境 那么 确确实实呢 我孩子提出的这个问题 让我们值得去反思 我们每一场法会也好 每一次活动也好 哪怕大家就是聚在绝缘寺 每天相处也好 很难能够看到 互相之间 发自内心的 那种真正的关爱 和内心真诚的笑容 都是很紧张 很凶 包括今天大和尚来 我们开这个佛邪的会议 大和尚要看一个 堂口 是锁门的 那我们就叫堂口的负责人 来开门 因为等了很久 大和尚就比较着急 要赶着离开 然后我就 随便问他一句 我说你怎么才来呀 很凶地跟我说 我之后马上就到了吗 我一接到电话我就来了 接着说了好几句 我就没有吭声 后来他再出来 我就跟他义工说 我说你不要这样讲话 我说即便我不是义工负责人 即便我不是老师 你也不要这样说话 这样说话呢 在生活的当中 会把自己害掉 会失去人缘 我们四溪谈的基础 就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你让所有的众生生欢喜 那你要问一下 为什么没来 对不起老师 我确实来晚了 马上开 马上就开 就完事了 其实没那么复杂 那你很凶地证明 你一定是对的 别人都是错的 那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那一定要那样子地讲 确确实实 让自己会处在一个 比较没有教养的位置上 所以一个人能不能提升 完全看他平时 接人待物的这种气质和风度 怎么样去面对身边的众生 怎么样去用真正的爱心 去呵护身边的人 那么其实静女呢 也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但是呢 我自己感觉 我们确确实实 如果在这些方面 都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话 你说我们想出离六道轮回 想这一生 利用二三十年的时间 就立即成为一尊佛 能够到刚才师父所讲的 那么殊胜的地方去 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的 我们怎么能确保 我们在临终的一刹那 就立即转返成圣呢 这个呢 是没有把握的 所以呢 大家在平时的修行当中 都能够时时刻刻地想着 怎么样去改变自己的这些习气 那么 我们如果能够 常常常地感恩 常常地去热爱生活 热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们就不会这样子的去处事 因为我们在绝缘寺 绝缘寺虽然地方比较小 是一个比较偏远的 这样的一个小城市的寺院 但实际上呢 它是善伟寺的 最重要的一个寺院 因为佛邪的工作地址 就在这里 也是宗教局非常认可 和看重的这样的一个寺院 那么平时的佛诞日啊 还有重大的节日啊 很多信众都会来 那我们想 我们的习气如果不改 随随便便 随时都可以发出去的话 那确确实实 当信众来的话 我们也会这样 而自己呢 是没有察觉的 我们普通的联友之间 没有人会给你指出这些问题 尤其当你还是一个 义工团队的负责人 或者是 比较重要的话 那大家都会 叫忍一时风平浪静 我们就退一步 你说你的 你怎么做都好 没有人会指出来的 因为我平时也 其实也是这个心态 说了一次两次不改 就不说了 你怎么做都好 你反正你做错了呢 我才给你纠正过来 我就不跟你讲了 因为讲多了的话呢 自己也会生烦恼 所以不讲呢 就是随缘 那么就不会生烦恼 我们在生活当中 自己有没有福报 完全看有没有人去 指出你的缺点错误 如果不断地 有人来指出你的改进的空间 自己都是很有福报的 因为能提升 如果你发现身边 没有一个人说你 你自己怎么做都很任意自在 那这个时候 其实自己是需要警醒的 得到的全是赞叹 都是鼓励 很特别好 没有不好的 那就很难去改 那么不管人家赞叹也好 还是人家批评也好 都特别欢喜接受 因为在这里呢 能看到自己 是不断地成就的 我们自己的称会的习气 确实很难改变 在向好当中 是要把这些称会的习气 愚痴的习气 还有我们贪婪的习气 就是这个三毒 都要去得干干净净 那么在凡夫身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三毒 那么今天早上 我在备课的时候呢 就看到这一段 是智者大师的开示 非常好 跟大家呢 也分享一下 那么我就其中的智者大师 谈如何发现我们的称会的像 然后如何对质 跟大家来简单地分析一下 那么智者大师呢 说明称会发像 就是怎么样才能明白 自己有称会发作的像貌 那么呢 它是有三种 第一种呢 叫非礼称 非礼就是没有道理 为礼称发者 违背情理 发作称会 比如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无问是礼非礼 他犯不犯 无事而称 是为为礼 邪称发向 这属于邪称 没事自己找毛病 你本来都错了 然后你还在那大发起火 这个就叫邪称 没有道理的发作脾气 我觉得我们义工呢 这个是不大有的 我们看第二种 因为第二种呢 是我们大部分义工 包括敬余都有的 叫顺理正称发者 顺着道理 正常地发挥称会 那么就是于修定之时 外人时来恼怒 以此为缘而生称觉 相续不息 一如持戒之人 见非法者而成称会 就是我们本来每天挺好的 听经文法 出坡劳动 念佛拜佛 读西方发言文 这都是在修定 可是呢 发现旁边的人呢 他做得不如法 这个人呢 突然之间 本来给僧团做饭 应该是这个流程做 他呢搞错了 比如水放少了 或者是火太大了 或者是粥太干了 总而言之呢 他没做好 那就是一个缘起 是个导火索 就引发了他称会的这种 威系像 然后呢 就好比是持戒的人 看见没有持戒的人 就开始大发火了 那这个呢 叫顺理正称 属于正三读 因为三读呢 我今天我也才知道 三读烦恼 分邪三读和正三读 邪的呢 就是完全就是杀到淫妄 那我们都是受了五戒 乃至于菩萨界的弟子 这是不可能发作的 那正三读呢 就是以为自己总是对的 别人总是错的 我儿子实际上 给我们义工团队提了八点意见 其中呢 有一点啊 他拿手机微信发过来 我没好意思拿来给大家分享 因为完全不像十四岁孩子 看一个佛教团体 就像一个中年人 他说我们世间人是看电影 玩游戏 也吃肉 但是呢 这是只是世间人 他没学佛 他就是这个状态 你们以为你们自己学了佛了 拿着你们这标准 来衡量我们 然后指着我们 这不对 那不对 难道你们这种指责的心 就一定对吗 然后我看了他这段话呢 这都是以前我有的 因为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后来其实他以前 跟我探讨过 他其实没有听过经 他也没有读过经 但是他就坐下来跟我说 说妈妈 当你用这种对立的心态 去跟我讲的时候 你就一定对吗 我一想确实我也不对 那你就放下 确实能生起真正的慈悲心 你去跟他沟通 当你慈悲心是什么呢 众生是一体呢 他的错就是我的错 他的痛就是我的痛 我就感同身受 起那种悲悯心 我去想去帮助他 而不是起那种烦恼心 看见他就讨厌 看见他这么做 我就觉得他太恶毒了 这是跺三恶道的众生 就是我是要往生极乐世界的 他是要跺三恶道 那么这些呢 就是属于叫顺理正称 属于 这个在摩河言中说 清净佛土中 虽无邪三毒 而有正三毒 就是我们就属于 正三毒长发作 那第三呢 叫争论称者 争是 言字旁加个争 争论的争 论就是讨论的论 争论称者 就是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 着以所解之法为事 就是执着在 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法门为事 比如说 我们听了一座经 好像是自己听明白了 也执着于自己听懂的 这段意思 为他所行 所说 稀以为非 就拿着自己所理解的 这段经文的意思 认为别人所做和所说的 都是错的 是非 即外人所说 不顺己情 即脑觉心生 觉得外面的人所说的 没有顺着自己所理解的 佛经的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呢 烦恼的心就升起来了 就像比如说 我们本来念佛 念得挺好 这个人怎么提拜颤呢 真是太不像话了 就是会有这样的烦恼 其实拜颤 它可能跟这个颤法有缘呗 没有什么呀 他愿意拜就拜呗 一切法因缘所生啊 你觉得你不拜 不拜也对啊 都没有 我真是没就觉得 有什么对立的 因为只要是你觉得 对自己的修行有利益 就可以 因为在 助修的法门当中 每个人的缘都不一样 有的人喜欢念观音 觉得特别殊胜 有的人喜欢念地藏王菩萨 觉得很殊胜 你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临终十念都能往生 你像我们在净土圣贤路中 看到临终没有念阿弥陀佛 念妙华莲花经 就是这个经题的名号 念师生 人家往生了 而且上品上升 比我们殊胜多了 那我们 这个 我认识一个澳洲的小女孩 她在一三年的时候 在我身边待了大半年 那时候她是十四岁 来的时候呢 因为她是严重的这个失诊 她刚到我身边的时候 已经严重到 就是她随便摸哪里都会流血 因为她经常就用手抓脑 全身体无完福 她是生下来就是这样 加上家里呢 父母又是做这个 在海外 在澳洲 做这个海鲜的餐馆生意 十二爷特别重 孩子特别特别痛苦 已经没有办法再上学 然后她的亲人呢 就 因为她不懂中文 只会英文 但是很奇怪 有一次在网上呢 就浏览到我的课 那我讲的所有的课 她都能听懂 而且很喜欢听 所以她香港的亲戚呢 就联系到我 把她就送到我身边 说老师 你能不能带她一顿 我说可以啊 然后她就跟我住在一起 在深圳住了半年多 那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带她念佛的 她念不了 她晚上的时候会经常做噩梦 白天的时候怕见光 时常恐慌 而且全身都齐痒无比 那我就带着她拜颤 每天早上起来 她都海青没法穿 因为一穿海青一出汗 她那个身体就已经不行了 所以我穿海青 让她穿居士服 然后我就带着她一步两步三步这样拜 那么后来她会了之后呢 我有的时候很忙 没有时间 我说你就坚持每天最少五步 多的时间可以七步十步 你不要停 她是拜了将近三百多步的时候 先是脸上就全部很白净了 然后胳膊上 然后身上 那中间有一次她晚上睡觉 就是做噩梦 然后自己就挠这个胳膊全部都出息 然后又痛又痒 她就喊我 我就跑到她房间 我就抱着她 我说我们念佛 她就不要 我说那我们念观世音佛 在明号 她就点头 我就抱着她念了很久 后来她就睡着了 我就不痒了 然后前两天呢 她就后来好了 她就回澳洲继续求学 而且学习成绩很优异 再没有发作过 但是我让她坚持 每天至少一步颤 不要停 她这两年呢 都是一直坚持 然后身体全部都好了 没有失证 那前两天呢 她给我来信 她说老师 我就 就喜欢读心经 喜欢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可不可以啊 能不能往上极乐世界 我说能 我说你坚持念 你念的时候认真 专注 真诚 以那种特别感恩的心去念 就像基督教徒 他在感恩上帝的恩赐的时候 是无比虔诚的 那我们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说好 他就这样念下去 那么我们就不要说 别人说的做的 不顺我们的意思 而且我们觉得呢 这个不是我的意思 这是佛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就认为 人家对方 没有顺着佛经的意思 是错的 他岂不知道 佛说法 是没有意思 佛就曾经说 如果有人 说我说法 那个呢 是在 污蔑佛 佛没有法可说 一切法 都是对众生的语言 所讲的 所以只是你自己理解的意思而已 那么这个时候生起脑心 那么 虽财帛相亲 犹能安忍 少争义礼 及大称恨 风马不骄 是名争论称 发作相 就是如果你的钱财 被人拿走了 你都不会生一点气 还能够安忍 但是如果发现呢 有人 这个义礼上跟你有 跟你所理解的有对立 不对了 你就会生起大的称恨心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叫争论 称发相 那么我们看看 在智者大师后面的 开始当中 他告诉我们 怎么样去对峙 这三种烦恼 叫明智 称惠 多病 你明白我是哪一种 发作的相 你就知道怎么去对峙 那么称惠多者 教慈心观治 就是要培养我们的 这种慈悲心 然后来 关照对峙 第一个 明智 邪称者 怎么样明白 去对峙自己 邪称的发作 日夜 心中思维 非礼 欲以恶事 脑塌 称发之相 据如上说 智之 应令修 众生 原词 我们知道 慈悲 是分三种 叫众生 原词 然后还有 法 原词 还有 无 原词 这三种 那么众生 原词 就是对峙 邪称 发作的 那么 怎么来 作呢 就是取遇亲人 得乐之相 缘之入定 如是见亲人 得乐 中 愿人等 皆令得乐 取他乐相 能生爱念 即破于众生中 称脑 愿害之心 因为我们呢 欲界的凡夫 他就有这种 分别执着 比如说 自己的儿子 要玩这个手机 很着急上火 别人的儿子 通宵达旦地玩 没有感觉 因为那不是我儿子 跟我没关系 那如果自己的儿子 不玩了 开始努力学习了 自己特别高兴 开始孝心尊师了 那么他呢 就 智者大师告诉我们 我们就取一亲人 能够离苦得乐的 这样的相状 俱儿呢 你见到 通过亲人的得乐 所有这些苦难的众生 跟他一样 曾经苦过的众生 都能够得乐 那你就能够生起 这个众生原子 你就不会发作邪尘 比如说我们女孩子 这个邪淫堕胎 那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真正能 生起这个孝道的心 想到我这样做 父母会很难过 那么呢 我不可以再这样做 邪淫杀生的业 那么我一定要放下 那么你放下之后 父母呢就很欢喜 俱儿呢 你能够关照 一切众生都很欢喜 能够生起这种 无言大词 众生的原词 就不再造作这种邪称 因为杀业多的众生 他的称贵心都重 所以不能起造这个杀业 第二个呢 明智正称者 正称者就是 我们刚才讲 那个顺理称贵发作 若于于世之中 都无称心 但见人作恶 或赴犯戒 而起称心 并发之相 据如前说 自己平时都挺好 一看别人 没有遵守弟子规 没有遵守太上感应篇 没有遵守我们到场的规矩 没有遵守我们的 阻力的定的规矩 甚至乃至于犯戒了 这个时候生起称贵心 那么这个发作的相貌 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我觉得静瑜就常属于这种 这人怎么能这么做呢 然后就生烦恼 属于正称发作 智之应教修法原词 什么叫法原词呢 观物因虚假 不见众生 岂有迟犯是非之事 这是我们师父最近常讲的 一心三观当中的 空观成就 空观成就呢 就是我们的空性见成就了 你在这里你能够达成空观 所有都是梦中佛事 水月道场 都是自己心变现的 没有必要去跟他 生对立起烦恼 错就错了 说了他听也好 不听也好 都没有必要去生烦恼 但愿诸寿中法乐 以语于他 慈心爱念 不应家闹 是非记着 称心自息 是未行法原词 能致顺理称病 就是当我们在 我们的五根 眼耳鼻舌身 六根当中 你面对所有这些 六尘境界的时候 你能够生起你 这种法药 法的这种欢喜心 能够见空 见到真谛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的慈悲心 爱护的心 你就生起来 不会加这种脑汗 那么也就没有这种 是与非的这种对立 是非的对立 是什么呢 是我们 要可能以往是 辱家 学说比较重的话 就会非常执着 这种是非 但是对于我们 佛弟子来讲 他在整个的 提升的成就当中 是要放下这种 对立 分别和执着的 我们不要觉得 我受了菩萨戒 他也受了 他为什么没有遵守 菩萨戒的始终戒呢 他为什么又不敬师友呢 这个就是 这个就要用法原词 来对立 都是空的 那么慢慢 自己的称慧心 也就会消灭 所以平时呢 自己要在这个境界当中 明确地去观 不是说像我们同学 消极地对立 随他去吧 我就不去理他了 我也管不了 他是大德 我那算什么呀 我做组长也不好使 不是这种观法 这种观法是错误的 而是说确确实实 一切法本来就空 那么我们自己 该尽的本分尽了 如果我是组长 我们和言相劝 告诉了 他不听 那我的责任尽到了 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放下 那个人因果 个人悲 一切呢 就随他的缘 你不要一次讲完没听 两次讲完自己是发火 三次生气我不讲 然后自己在那生闷气 这个就错了 就是我讲到了 讲到了他也能接受 也能改 很好 不能改 也很好 改与不改 都是他跟你的缘 缘深 他就信你啊 他就改 缘不深呢 可能他就不信 但是呢 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心平气和的去说 不要这种 先是还没说之前 就已经升起 这个很大的火 等说的时候 就火山爆发 之后呢 就自己在那不断的 冒这个雨火 这就错了 说之前 自己调整一下 自己的情绪 心平气和的跟他讲 如果自己没有办法 调整好情绪的话 宁可就不讲 因为你讲了 一定没有好的效果的 所以我们还不如到一边 去念佛呀 去拜佛呀 去读一部经 比较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慢慢慢慢 自己的这个 称会的心呢 就会降低 但是呢 我们要明白一点 就是我们在 整个一生的 修行过程当中 在你不断的提升当中 所给你的称会的境界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我们小学的时候 那个考题 和你初中毕业的考题 和你高中毕业 乃至于上大学毕业 它没有一样的 所以你刚觉得自己很欢喜 哎呀 我已经跟家里任何人不生烦恼了 婆婆也没有 父母也没有 这个孩子也没有 我都已经很好了 然后其实呢 这个时候佛菩萨会给你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你可能面对工作同事 会生烦恼 然后当你在这个工作的 这个同事的小圈子里 没有烦恼的话呢 突然有一天 你自己发心 到道场做义工 然后这回就很惨了 然后就会发现 五花八门的义工 开始生烦恼 终于在这个小道场 练得不生烦恼了 换了一个更庄严的 持间念佛道场 然后就会发现 更奇特的义工团队 然后你又开始生烦恼 所以我们是在不同的阶段 都有不同的考题 自己呢 要清楚 面对这个新的考题 说明我们要面对新的考验 自己要一层一层的 这样的话去通过 就跟这个火箭升空一样 我们要看过火箭这个发射 都知道 它每上升一段 它后面那个推介器 是不是叫掉一段 然后它才能升得更高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放下过去 成功的过去 你就会面对一个新的未来 然后再继续不断地提升 因为菩萨道一直都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从初注位 到十注位圆满之后 然后你初行位到十行位 就是第二个阶段的修行 然后回向 初回向到十回向 第三个阶段 然后不断地 最后初地到十地 最后到等觉 最后圆满到妙觉菩萨 那我们肯定知道 你初地位的菩萨 跟初注位的 它肯定就是不一样 那考题如果一样的话 那就不叫这个提升了 所以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一点点来 总而言之 当我们面对的境界 越殊胜的时候 自己又要小心谨慎 又要细微地去观察 我们这些所有的 贪嗔痴慢的烦恼 逐一地给它拿出来 一样一样地去明白 然后给它消灭掉 不要稀里糊涂地过日子 然后迷迷糊糊地念佛 今天迷迷糊糊 按着技术器 掐完一万了 我可以报功课 明天又迷迷糊糊地 把早晚课做完了 这是对付自己 敷衍自己 最后不能成就 不能怪别人 只能怪自己 没有认真的去把自己 这一生的修行的大道 给它办好 那么第三个呢 是明智一切法中 争论故撑者 并发呢 就是你这个并发做了 就是前面所说的 对质的方法 就是教修无原词 此人随所得法 既自以为是 为他即非 同我者喜 为我者即称 就是认为 我已经得到 这个法的真谛了 然后当你跟 外面的人事物 相接触的时候 跟我一样的 我就很欢喜 你也认可我这个修法 你也认可我这个教理 跟我不一样的 我就会生烦恼 你怎么能这么修呢 明明应该持名念佛吗 你怎么观向念佛呢 明明应该拜佛 你怎么能拜颤呢 那么 或于四句 及觉四句中生直 生起这种执着 对法的执着 或付执于中道 我们说空不能着空 有呢 也不能着有 要归于中道 但中道呢 也不能去执着 因为你执于中道的话 也不对 所以其实你是没有任何执着的 那么如是皆有所依 故有征颂 就是当你执着于任何一个法的话 它都会有征颂 执即因缘 变生称觉 对治方法 令修无缘之词 行此此时 言语道断 心形触面 于一切法 不义不念 若无意念 因何征颂 而生参 就是你这个法呀 到绝顶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去言说的 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出来 那么如果我们做不到的话 那最好的法门 就是大家一心念佛 比如说 这个问题想不明白 他怎么就不拜佛 要拜颤呢 那你就放下 就念佛 我们就执着 这一个念佛就对了 一路念到极乐世界 把所有的妄念 都用这一句佛号给打断 因为一句佛号当中 就有一心三观 一句佛号当中 就能够成就我们的法身 一句佛号当中 就能够灭我们所有的 贪嗔痴慢的这个三读 正三读 邪三读都能灭 你比如见到这个众生 无论是他做恶事 还是做了感觉 不顺我的这个意思的事情 你自己呢 都能够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这样念 没有觉得好与不好 他是谁呢 他不是三恶道的众生 他就是阿弥陀佛 个个都是阿弥陀佛 自己就是常常这样的 如是的观想 那么你就会慢慢的升起 平等大词 进入本境之乐 离脑他相 你就离开了所有的脑海的这种相状 顾名磁能与乐 真正的慈悲 能够带给我们无限的 法喜和快乐 因为你没有慈悲 你不会去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 没有慈悲 自己就会慢慢的 你就会走入绝路 因为成佛的大道 就是把慈悲无限的放大 放到跟近虚空 变法界 跟诸佛平等的时候 我们的法身就成就了 我们的慈悲 只限于我认识的人 不认识的人 我就没有慈悲了 仅限于他做事 能顺着我的意的 我就能生起慈悲 他跟我对立的 我就没有慈悲 那就不是这样 无论是谁 我们都能够生起 真正的那种慈悲 真正的慈 是能够与众生以乐 真正的悲 是拔众生于苦 当然最究竟的是 让他念佛 去极乐世界 但是这个众生来呢 他不想念佛 他到道场 也不想参加佛期 也不想听奖金 我就是想免费 吃一顿这个 好吃的午餐 尽管它是素食的 然后我这个点呢 又不是说吃饭点 我就是下午两点来 我就想吃 那我们就不给 我们就说 那个这已经 就过了午了 我们也没有人去给你做 又不是念佛人 心里会生起那种脑海 那么这些呢 就没有慈悲了 所以慈悲呢 我们要从平时的爱 和感恩当中 去慢慢地发起 你的爱心 要一点点地扩大 然后感恩的心 也一点点扩大 感恩对方 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能够修复 感恩对方 能够不断给我成长的机会 那么这样子的话 长生感恩 长生爱心 自己的慈悲心 一点点也会起来 当慈悲心起来的时候 我们的向好 就会发生变化 像静瑜以前 经常发火 也没有慈悲心 想的人呢 没有那么多 就是身边的人 远都想不到 所以相貌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现在呢 就会稍微多一点 所以会有一些改变 可能很多 看静瑜光碟的人 都会知道 因为我们所有的像 都是随着我们的心变的 你的心变了 你的像肯定会变 你说我学佛 学了十几年 我这个像没变好 变得越来越差 满脸的斑 然后又黑又黄又丑 这个是在心地上的功夫呢 没有真正的下道 所以我们要多在心地法门上 修行 尤其是多在爱心上 下功夫 怎么能让众生欢喜 不管他学没学佛 怎么能让身边的人欢喜 不管他对我好与不好 那么这些呢 都是自己常去思维的 这就是思维善法 观察善法 就是实善业道 每天想着 这个人真讨厌 又不听话 那个人真不像话 如何如何 这个人经常发脾气 这个人经常指手画脚 这些都是负能量 不去想他 他发脾气 他被因果 他怎么做是他的事情 让自己想 常常我要怎么样去利益众生 我怎么做 能帮助更多的人 我没有能力帮助十个 我帮助五个 没有五个 我帮助一个 哪怕能帮助上一个人 我今天这一天 我都没有白过 更何况我们在这做一工 绝对不是帮助一个两个呀 生团需要我们互持 来的所有的信众需要我们互持 今天大和尚 我们开一上午会 提整个17年的这个工作的安排 都是满满的 然后大和尚没几句话 就要说 静云你看 你这个要做 我们这个佛写的微信公众号要设立 静云你看 我们这个绝缘寺 应该成立一个助念团 帮助很多要网上的人去解脱 去泄脱 要教他念佛 要成立很正规的助念团 要培训那个开示 后来瞅瞅我说 静云要实现 实在培训不出来 你就给他写下来 我们照那正规的 那个临终往生的助念文 你就让他照着对那个人念 然后就说 你就这样的去做 然后剩下的就都念佛 说你要给他们配 统一的助念团的服装 然后还有很多 说听说我们后山 要开有机菜园的菜地 说一共要去种菜 我说我不知道 刚从昨天晚上 刚从香港赶过来 我说哪个一共要种菜 而且要走半个小时 到很厚的山 我说反正我就记下来 大行人说 要不我们现在去视察一下山 我说可能来不及了 我们下一次 很多这样的事情 大行人说我们僧聊 到春节前全部要装修好 然后所有的绿化要建好 他说我春节来建 要建到花 建到绿色植物 说敬云你这个 要全部给我到位 我说好 因为那个 然后旁边很多 我们那些 我们一起 佛写的工作同事 就都愁了 我觉得反正这些呢 是要靠阿弥陀佛加持 自己就完全养靠在 阿弥陀佛身上 大行人做的 没有一样 不是利益众生的 静域都无限的随喜 静域是没有什么能力 那么只要你真信佛 肯信佛 我们都一样 都能够做好的 我们以前在这个 早年 那这儿乌凡法师还在 我们第一次 乌凡法师 把群书之药的 那个本子 交到这个 电红师傅手里 那时候他没出家 中博士 那中博士呢就找到我 我们当时只有六个人 就是在做这个 群书之药的翻译 我记得我们第二次 开会的时候呢 大家中博士 就是定红师傅 就说要把群书之药的 所有的这些 要全部分给我们六个人 每个人来认 认领 比如说我认领礼记 然后我就翻译礼记 我认领论语 就翻译论语 那群书之药 十几百篇的点击在里面 然后呢 前面五个 全都认领完了 轮到 因为问我的时候 我说你们都认吧 认完了之后 剩下的就都是我的 然后大家都特别敬佩地 瞅着我 最后中博士就问我说 哎呀 静宇老师 你很厉害 我说没有 因为我什么都不懂 所以做哪个都一样 剩下的呢 我就决定念阿弥陀佛 找人来做 所以后来 我们是找的这个 一个团队 然后帮忙 做的整个的翻译 出稿 那么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孙氏 二十五孙氏 前堂孙氏女 常念佛持咒 因病请清照律师 至 未曰 久病厌世 愿求往生 师未谈净土因缘 大喜 至夜 梦师持药一展 福之流汗 身心清安 三日后 与世人约 家设尊者在此 好大金莲花作 即明目结印而化 这里讲的是 前堂江人孙氏 经常念阿弥陀佛 持往生咒 那他在病中呢 他就请清照律师来说 我呢 已经病了很久了 十分厌世 希望能早一点 往生极乐世界 清照律师就为他说 往生净土的因缘 他听后 非常欢喜 晚上他梦见 清照律师 拿了一小杯药 给他喝 喝了之后 全身流汗 身心都觉得舒畅无比 三天之后 他向逝者说 家设尊者 在这里呢 好大的一朵金莲花作呀 于是就结印 闭目往生了 那么这个公案呢 也非常的殊胜 尤其是孙氏女的这句话 值得我们去回味 他说 酒病厌世 愿求往生 那么生病 是他 生起这种 艳离心 艳离缩婆 求生极乐的 这种菩提心 最后能够 非常殊胜的 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我们 想求生净土 自己呢 一定要有一个 发起的缘起 我们在 显安大师的 劝发菩提心文当中 他讲了十大因缘 来生起菩提心 但是呢 其实在 宝王三昧念佛直至 元朝的妙夜禅师里 他说的呢 也是很殊胜 他是用了十大爱行 来作为我们往生的 一个非常殊胜的 因缘 也叫十不求行 欧依大师 曾经专门的 做了一段注解 也非常赞叹 什么叫十大爱行呢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有十种 逆缘 有十种 违逆我们 这种心情的 非常不好的事情了 我们修行人讲 障碍的缘 生起 那么在这种 缘起当中 我们能够提起 往生的概念 第一个呢 就是念 身不求无病 身无病 则贪欲乃生 贪欲生 必破戒退道 知病性 空病 不能脑 以病苦为良药 因为我们 很多同学 都会有 各种各样的 病状 这个病呢 是 我们多生 多节 都要 去招受 因为人吃 五股 扎粮 没有不生病 而我们生生世世 没有造过 杀业 只要有 造过杀业 自己这一生 都会得 各种各样的病 我们在 这个有一个同学 他就是 他其实 人非常的善良 正直 这一生 没有造过 杀到淫妄 也没有 度过胎 也没有 造过恶意 但是呢 他就得了 这个 子宫积流 现在呢 就是定期 就要去刮工 如果是 现在就是在 观察治疗 过程当中 如果是 过了几个月 还没好 甚至有可能 就要 子宫栽畜 就这一生 就没有办法 要孩子 他就很苦恼 问我 老师 我怎么会 这么倒霉 他说 确实是个 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孩子 我说 不是这一世的 业力 是我们 往昔世的业力 因为 往昔世 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不到 但是 前世所造的因 这一世呢 果报就现前了 就像我们 这一世 所造作的因 我们再来 试得人生 果报也会现前 所以我们 要好好修 那面对 前世的因呢 我们都要 要认账 不能说 不认账 我们要真诚的 忏悔 真诚的改过 发起这种 大菩提心 自己决定的 求往生 也能够 带动一切众生 求往生 所以有病呢 是好事 病多呢 病魔多了 反而自己念佛的 道心 更加坚固了 所以不管 自己哪里痛啊 哪里病 小病小 小病小痛 都不在话下 都不需要去理会 哪怕是知道 自己得了大病 肝癌 肺癌 胃癌 都没有必要去挂癌 自己就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平时就培养 对佛的这种信心 等这个考验来的时候 我们就 我们讲 练兵千日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这个时候就会 特别充满信心的 去面对这些考验 近于以前 这个 在刚学佛的时候 也是会有很多考验 因为我早年身体 也不是很好 经常 比如说 我年轻的时候 会有 美尼尔式综合症 有一次就在单位 就自己就晕倒了 然后被人就抬回家 然后会胃疼 会这个 严重的风湿 我那个会打封闭 所以我有一次 我记得早年的时候 去 去普陀山 然后 下山的时候 因为腿是严重的风湿 就 没有办法顺利下山 然后我就 倒着下 因为倒着下 就没那么疼 旁边有几个 潮山的老阿婆 特别的赞叹 说你看这么年轻的孩子 都不肯背对着 观世音菩萨下山 我说 我就特别不好意思 我说我是腿特别疼 我只能这样倒着下 现在都完全没有 爬山 下山 我们像跟僧团走山 腿都不会疼 我以前是严重的 那个 这个叫鼻炎 一到这种 换季的天气 那个鼻子就都受不了 鼻子都打过封闭 现在一丁点都没有 那么 我以前在这个发烧的时候 刚学佛 发烧的时候 就不去打钓瓶 在家念佛 然后那阵呢 不能一心念阿弥陀佛 我把佛号机打开 挨个念 念完阿弥陀佛 念文书菩萨 念文书菩萨 念地藏菩萨 因为发烧很难受 又恶心又迷糊 念这个念一段累了 就换一个念 然后那这只知道 念佛号 对自己好 要信佛 但是听听不多 就是没有说那种很专一 所以当时呢 先生就很生气 他觉得我就学傻了 然后派两个员工到家里 就把我拖到医院 给我打钓瓶 我躺在那个急诊室里 还在那念 念完又给我加了两个钓瓶 让我第二天去那个 接着打 我回家之后 就把他加多的钓瓶 扔到垃圾桶里 第二天就没去 继续念 那第二天就好 包括有一次 我出门也是 不小心 一下子下这个楼梯的时候 多跨了一个台阶 脚就一下子崴了 很严重 当时司机呢 就要给我送到医院 我说不用送医院 要念佛 然后回家呢 我是边拜佛 边念佛 那个脚都拜不下去 因为肿得很高 脚踝骨全肿起来了 就斜着身子那样拜 一天拜三百 早上一百 中午一百 晚上一百 拜完之后 我就对着那个脚 念阿弥陀佛 我记得我家大宝 那只很小 大概三五岁 他就很奇怪 在床上瞅我 他说妈妈你在干嘛 我说这个脚 需要念阿弥陀佛 你帮我一起念 他就跟着我一起念阿弥陀佛 因为我记得那只看过 师父上人的一本书 就是土著人呢 他比如说 他那个摔断了肋骨 他不用要的 他就会唱歌 他就安抚那个骨骼 他受了惊吓 一会儿那个骨骼 就自动恢复了 都不需要有任何的结果 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 我说他受了惊吓 我说你现在需要念佛号 让他恢复安稳 然后我先生呢 那这儿就说 说你这样的话会落病的 因为你没有去看 将来阴雨天的时候 你这个都会疼 可是现在呢 十多年过去了 阴雨天从来没疼 没有一丝一毫的痛感 所以 真正相信佛法 你要全身心地投入 就像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 我们任何一个喜爱的事业 我们做义工也是要全身心地投入 你确实是特别爱他 就是有那种破釜沉舟的气质 不要想着 哎呀 我做不了义工 我还可以回家 这个道场不欢迎我 我可以换个道场 这个师父我听着 不怎么样 我换一个师父 你总是给自己留后路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成就 就是没有后路 我们在世间法里叫 置之死地而后生 就把自己的一切后路都断掉了 我就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那么我们这个病呢 因为它是假 就像我们身体 就是四大患四空 你是地水火风 是一个空降吗 你就不要去管它 所以而且你一次成功了 有了这个成功的经验 你再来的话 你就会非常有信心 你第一次呢 念佛没有信心 定也没好 自己又吃了点药 靠药好的 第二次觉得还是得靠药 那你就永远都没有信心 我就坚定地 很义无反顾地去做 但是呢 这种信心 是要靠平时啊 听经文法 自己累生累世修出来的 深厚的善根 福德成就的 你说这一世 每个人都能这样 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 如果以前是不足的话 这一世要给它充分地补足 我们师父上人教我们 什么方法能最快地 补我们的善根呢 就是听经 一门深入 听一部大成经 你善根快速地增长 就落我们的耳根里 生生你都进到你的 那个阿赖耶实里 你一做什么事 一起心动念就想起来 师父是这么讲的 不能那么做 你马上就能意念起 我们听经文法的那个效果 最快地增长我们福德呢 就是念阿弥陀佛 但是这个念呢 不是说我们有口无心地念 而是说很真心地 特别欢喜地 特别想念 而且你进到这种特别想念的状态 你就是越念越想念 你会把旁边的干扰都排除掉 什么人是我非啊 什么这个对立烦恼啊 什么大家批评诽谤 你都不放在心里 你只是一味地去念佛 而且你真的是越念越想念 你要没有进入到这种常态当中 就是越不念越不想念 就听听经就好了 今天十生 明天五生 后天可能一生就没有了 那善根福德加上因缘 这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必须要有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处世不求无难 世无难则交涉必起 交涉起必欺压一切 离难本望 难亦稀伤 以患难为泄托 就是我们在人间呢 这个接人待物处世的时候 不求没有难处 如果我们平时都很顺利 世事都那么没有障碍 你的那种骄傲的心 和那种奢侈的心 就会生起来 而交涉一起 你就会变得欺压一切 自己就会很傲慢自大 所以当有患难的时候 这是我们泄托的一个因缘 所以我自己 我以前就曾经跟我们的一位 大德说过 就是一位老师 我说因为他就跟我分享 他说敬于我 我很难生起慈悲心 我觉得 就我感受不到众生那个苦 我当时跟他一起吃早餐 在师父上人那里 我就笑了 我说你想听我的真心话吗 他说想 我说因为你太顺了 顺境当中很难成就的 你听到的全是赞叹 全是对你的那种恭维 你遇到的一切境界都那么的美好 没有不好的 我说对你来讲 这很难 真的很难成就 我说我 我其实没有觉得 我障碍多是不好的 我有时候挺欢喜的 人家来诽谤我 人家来批评我 人家来磨练我 我觉得对自己的成长特别好 我以前刚上传统文化课的时候 所有没有人说我讲课好 我收到的信件呢 哪怕人家当面都会说 你讲得太差了 跟某某老师比 简直就是一文不值 我当时某某老师 人家讲课多么生动 你那个很无聊 某某老师的声音多好听 你那声音很难听 然后某某老师长得多庄严 你长得那么难看 我当时听了之后 我就想 一切都是可以转变的 相貌可以转变 声音可以转变 讲课的风格呀 都可以转变 最关键的是 自己有没有那种悲心 想利益终生 所以每一次 师父跟我说要讲课的时候 尤其是对众 我是特别认真的 我在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那一天 那师父给我打电话 我在香港 师父问我干什么 我说我在备课 师父说你不导时差吗 我说我没有时间导时差 我说因为不备课的话 就没有办法把那个广州和回居院寺的课程讲好 所以自己还是要很认真的去备所有的课 因为我希望自己也在备课当中成长 也希望所有听课的同学跟我一起成长 所以我并不在乎人家怎么样去说你好与不好 最关键的就是你自己能不能从种种的磨难当中去寻求解脱 不是说为自己的名门利养 而是你自己要生起那种悲心 能够悲悯一切的众生 所以我们同学也是 你要是觉得自己在JS做一工的日子太顺了 吃得很好 睡得很好 没人批评 每天美滋滋的 上午呢做点活 想干就干 不想干就不干 下午听经的时候睡一觉 晚上那个晚课的时候再睡一觉 然后洗个澡就安邓了 那么这种日子呢 我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卸脱的 有一天自己会在这里沉沦而不自知 那么第三个是揪心不求无障 心无障 则所学错略等 学略等 必未得未得 谢障 无根障 记字记 以障碍为逍遥 这个呢 我们自己平时在修行的时候 也是要认真的反省 修行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求没有任何的障碍 就不求 有障碍很好 没有障碍也很好 在面对外面一切人事物的境缘的时候 自己就这样脚踏实地的 一步一步的去做起 像我们早晨跟同学分享的 弟子归为什么要从孝道开始入起 入则孝出则涕 一直到最后犯碍重而亲人 我就跟同学分享 我说我们都很想亲近善知识 我看到这个月 我们很多同学的提升报告里 无一个报告没有写到 自己特别渴望留在这里听经文法 特别渴望每天听到师父讲经 都很欢喜 能够亲近人者 亲近善知识 但是呢我跟大家早晨就分享 我说亲人呢实际是最后一步 我们要从入则孝开始做起 如果我们没有入则孝这个根基的话 没有把弟子归的每一步都做好的话 我们亲人也不能亲很久 那亲人的前面呢还要犯碍重 你会有跟人者一样的 对众生的那种仁爱 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爱护 因为比如说 我们这个进入到美国之后 就看到当地呢 它是一个非常富裕的 很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小镇 我们当地的美国的护士同学 就特别感慨 说老师你说你要是不做义工 不护法的话 你就跟着儿子在这里念念佛 每天吃的全是有机的 生活特别的舒适 放眼望去没有高楼 最高两层 那个马路宽的 就是那个高速路 就是单排都是七个车道 双排十四个 那个车随便开 人很少 天气气候也特别好 他说你在这里日子得过着多舒服啊 然后你就可以念着佛去集中世界 我说那也不一定能去 我是因为那么舒适 自己可能会堕落 然后我们同学说 老师你就不会啊 你自己能经济 我说我们有这个缘为众生 确实自己要发起一切为众生的心 我在美国的时候 每天读经念佛 然后呢 见到那个小镇 有很多白人 有很多我们这个华人 正好赶上 好像那两天 我们绝缘是有三世心念 我就特别给他们立了一个排位 希望他们的祖先呢 都超度 就任何时候 不管有没有障碍 自己的心都安住在一句佛号当中 即便有很大的障碍现前 我们也没有 也不必慌 我们就念我们的佛号 知道境界是假的 我们都能够冲破种种障碍 最后成就 就像经理讲的 宝剑封字 磨力来 梅花香字 苦寒来 你那个宝剑要想锋利 它是在这个磨砂石上 不断地磨出来的 梅花要是香呢 它是通过一个寒冬 它能够怒放得非常的 非常的好 还有香味 我们的成就也是如此 你这个人不着 不成气 欲不着 不成气 那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 你自己没有经过不断地打磨 不断地磨练 你怎么能够提升呢 我自己 因为我学佛的路 其实是挺坎坷的 跟很多同学一样 从家里的不理解 到现在的理解 从家里的不支持到支持 从家里人不学佛 到慢慢父母学佛 然后公公婆婆 尤其是婆婆都很欢喜 你就不要去急 永远都不要想着去改变别人 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自己改变了 我们变得越来越好了 外面的一切境界都会越来越好 而每一次障碍我们的这个因缘呢 都是我们提升了一个大的考验 我以前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我就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比如说我们这个要开法会 比如说澳门论坛要开 我们距离澳门论坛还有四个月 那为了澳门论坛三千个来的佛子 为了来的所有的高松大德 我要念圆满四百万声佛号 我要读圆满多少不经 我要圆满多少拜 我一定要回向他们 我要跟他结这个法缘 虽然他们不知道 但是我的心念发出去了 他一定会知道的 这个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所以每一年都有自己的目标 我一六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想 不管是现场的 我能够认识到的同学 还是网络上的同学 我都想帮他 只要跟我有缘 所以就在月初一月一日 发起这个持戒念佛群 微信群 最开始是一个 但现在呢 已经是八个不九个 我到美国的时候 因为这八个群 都是美国的这个夫妻俩他俩互持 我去了之后呢 那个同学就特别高兴 托老师啊 你都不知道 微信群上的同学都想念你 因为我的功课 每天都在上面也报 以前呢 还经常跟他们有联系 现在到绝员寺来了之后 基本就不看微信 因为太忙了 然后他说他们很想念你 想听你说句话 我说好啊 正好那天是感恩节 美国的感恩节 那我就给他们录音留的言 让他们发到这八个群里 我是敬余 其实特别感恩你们 因为是你们在成就 自己的这个悲心 你们在成就我的经济 为了你们 我每天的功课 我一定要报 为了你们 我自己一定要提升 因为那么多同学都看着你 自己就不敢堕落 不敢往下走 我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就觉得对不起群里的六七百个同学 然后他们呢 有很多还建的一个小群 有一个同学呢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 带着上百个老太太 他们上不了手机 然后每二十个老太太一个组 然后他拿本子给这个寄功课 寄完之后他拍到群里 我就特别高兴 我说当我们帮助别人 跟大家一起进步的时候 一定是最快乐的 我在那个群里就看到 他说那个老太太 原先都不念佛 只听经 结果通过这种方式 那个佛号现在增加到每天三万 而且特别高兴 越念越觉得 能够明白经理讲的意思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 自己不断地设定目标 不断地突破各种障碍 自己的成就就非常的迅速 所以不要讨厌这个障碍的境界 第四呢 立行不求无魔 行无魔则誓愿不坚 愿不坚必畏证畏证 揪魔无根 魔何能扰 以群魔为法律 这个也是很殊胜的 因为我们讲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可能都会有魔壤 那么修善就会违缘多 赵恶呢 就反而是顺缘多 其实呢 这就是一种魔障 那自己呢 就要来警惕 那么当出现各种境界的时候 甚至比如说我们努力精进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虚妄像 都不必去理会 不要着这个像 因为 金鱼碰到一些同学 比如说 他念佛 看到什么光啊 看到什么境界 然后呢 他就会在那分析 在那里琢磨 又分析 琢磨不明白呢 他就会生烦恼 就来问金鱼 我说 其实你根本就不必理会 他就是假的 是空的 你干嘛要去理会他呢 他说他 那我每次念佛都出现呢 我说 因为你心里惦记着他 牵挂着他 他才会出现 你不理他 很快就没有了 我说 是我自己自身经历过 所以我特别清楚 我早年在学佛的时候 有一次读经 读着读着 我确实我就能听到 我在二楼 我能听到四楼的那个房间 人清清楚楚地说话 你一拙这个境界 他就变成魔镜 我就把金本合上 我就想 我听到的是不是真的呀 我就去四楼问 因为隔着两层楼呢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呀 然后他们就 因为是在公司里 他们就跟我说 陈总我们在说什么 我心里一想 就跟我听到的是一样的 我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呢 我就合掌 我自己就想 我说 其实自己跟自己说 我说这些境界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我说我也不需求 这些所谓的神通或者感应 我说我就想一心念佛 因为在一学佛的时候 早年三十岁 我就通读了这个楞严经的五十种阴谋 当时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然后我就想 我把你们都看清楚了 将来要是有的话呢 我一定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我决定不会去 这个被你所迷惑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想 我不会找这个境界 我也不求 我只念佛 等他再读这个经就没有了 就不会出现 所以我们平时要知道 什么是魔呢 其实在自己的自信里 没有佛也没有魔 都是一样的 就是看你的心 能不能真正的清静 能不能真正的去抓住这句佛号 我只要这句佛号 只要持民念佛 别的都不要 我也不去理会 我也不去研究 我也不用去管他 最后自己就能够成就 成就之后 你对极乐世界 对净土的那种信心和愿力 都会大幅度的增长 这是非常殊胜的 第五呢 是谋事不求一成 事一成 则至纯清慢 至清慢 必称我有能 成事随夜事 不由能 以事难为安乐 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一项事业的时候 不求他很容易成就 因为容易成就之后呢 我们就很容易存在清慢的心 而清慢的心呢 它是最占我的道的 能够让我的那个 自己的欲望啊 会无限的膨胀 觉得自己很行 很厉害 能办一切大法会 能组织一切工作 无所不能 其实呢 真的啊 这个时候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有很多人 以前这个 一二年记住法会啊 很多人其实不清楚 是敬于当时 跟师父一起发起 所以那阵师父每一次提 我都跟师父说 我说我根本没觉得我做什么 因为当时从发起到圆满 我把自己全部交给阿弥陀佛 我觉得如果没有祖宗的庇佑 没有三宝的佳批 没有阿弥陀佛 微神愿力的护持 根本就不可能成就 因为凭着敬于的这种 业障和业力 怎么能成就那么殊胜的法会呢 我那阵每天呢 给自己念 不知道是不是发愿文 因为每天我都跟阿弥陀佛通话 我是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机场的五个博览馆 我们就是一个 莲池海会的一个 一个大池子 所有来的信众不是信众 都是参加莲池海会的佛菩萨 我说您老人家 就用你的那种各种的光 去照着这个池子 让大家呢 三十七年做得特别庄严 让所有的人都能发愿网生 我说呢 你就 我就跟着您老人家的意愿做 我自把自己的所有的想法都放下 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所以那阵每天自己三百拜 然后每天做所有的事情之前 就念阿弥陀佛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开会 是关于牌位的 我其实一开始都不知道 什么叫牌位 然后呢 他们说都有一个牌位主 我说牌位是干什么呢 就讲 讲完之后每天都问 都为这个怎么立大牌位 小牌位 和好多网络上传来的这个牌位 就大家每天都在那争执 我记得有一天 牌位主开会 开到后半夜三点 我跟师傅在旁边一个屋子 我俩就在那念佛 然后念到一半 师傅说 静云你有什么想法 我说那个 阿弥陀佛还没给我想法 我说我再继续念一会儿 因为 我们那阵每天 光邮箱里接到的网络牌位 都五千多 就是十几台打印机 都把好多台打印机打坏了 不断地传各种牌位来 后来有一天 就自己就好像就知道 应该怎么做 然后我就告诉牌位主的同学 应该怎么怎么做 然后这个时候 师傅善人那边就给安排 告诉我们怎么去处理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其实自己是不用操心的 只要你肯念佛 阿弥陀佛都会安排得特别好 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发大愿心 认真真的做 但是不要执着这个事情 要真相信 确实是佛力加持 确实是祖宗互用 确实是自己发心所感的 那这种感应道交呢 就任何的障难 任何的难事 都会被化解掉 所以呢 在所有的事情里 我们都把自己的这种 轻慢心要放下 那反而是出现难题的时候呢 我们会很高兴 因为我们念佛的机会又来了 如果很顺利的话 自己反而会忘失佛号 这不知道 好像自己都很厉害一样 很通道 那一出现难处 自己不知道怎么办 马上念佛 他给了我念佛号的机会 无论是人事上的 还是这个其他环境上的 还是物质上的 人事物都是佛菩萨 给我们的考验 那么今天呢 其实时间到了 我们还有五大爱情 没有讲完 我们那就留着下堂课 继续来学习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来说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